男子被吵醒有些神志不清 桌上散落毒品和K盤 其实年轻男子就是多年前 高雄布丁三姐弟的老妖 传出沦为诈骗集团车手 常有黑衣人上门讨债 专挑当初卖布丁的地点 也就是三姐弟一家人的租屋处 不过上个月中一家人已经搬离 邻居也说很久没看到人了 三姐弟成年后各自纷飞 但老妖误入歧途 应该他老爸之前跟我说 他们要不租了 要搬走太高兴 我就不管他那么多了 什么时候跟你们讲说 他不租了要搬走 就是27 28 10月27 28 因为都没有看到人 当年2021年三姐弟 因为家皮卖布丁要上新闻版面 但2019年老妖就有酒驾记录 被判刑两个月 这两年又陆续在屏东高雄等地 当诈骗集团车手 领取超过35万元款项 被害者骗及全台 警方逮到他时 还因为供应毒品给诈团同伙 分别以诈漆和未要罪判刑 老妖其实早就有前科 根据判决书2019年 其实他就曾经在掉虾场喝完酒之后 骑车出来 当场就被警方逮到酒驾 就连二弟也传出2018年 和朋友聚重飙车 当时为成年判缓刑两年 三姐弟成年后 姐姐和男友一起经营网路商城 二弟老妖都走上歪路 当年勤犯养家卖布丁赚钱 还曾上国教院网站 如今老妖却成为车手 二审被判刑十个月 对照过往的励志令人不胜唏嘘 TVBS新闻张力宋阿娟高雄报道